hello 欢迎学习爬春课程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request库 他如何去处理那个post的请求 处理这个post的请求的话 也是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我们只要把之前那个方法 之前那个方法是get的方法 改成什么呢 改成post的方法就可以的 那么这的话其实就有个规律 什么规律呢 就是你使用这个request库的时候 发送什么样的方法 使用什么样的请求去发送这个请求 使用什么的方式去发送这个请求 那么就后面就跟上这个方法的名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你通过get的方式去发送 那么就电用get的方法 如果你通过这个post的方式去发送 那么这个地方就电用这个post的方法 如果你是通过delete去发送 那么的话你就这个地方电用这个delete的方法就可以了 对 说的话这个规律的话 其实非常容易找 非常容易找 然后的话你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 发送post的请求的时候 一般需要给他传递一个这样的data数据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就给他传递一个data数据就可以了 就是说之前get的请求传递的这个数据 叫做params p-a-r-a-m-s 那么如果你是传发送这个post的请求 这地方传递的这个仓数就是data 叫做data 所以他们还有一些其他headers信息 还是保持样 还是保持样 就是说这个地方给他指定一个headers信息传递过去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就以那个什么呢 拉勾网 把那个获取职位信息为例来获取那个数据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然后来进入到这个拉勾网 好 这里面我们来输入一个python 输入一个python 进入到这个里面来 让我们右键来检查一下 好 这里面我再重新刷新一下 对吧 这个拉勾网 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看到过很多色 对吧 他这个数据在哪里呢 他这个数据不是直接从这个网页当中价值进来的 他是通过那个阿甲克斯数据价值进来的 对 那么我们在这个下面我们就可以去寻找啊 他是通过哪一个UR发送过去的 那 好 然后我来往下面找 往下面找啊 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 哎 没出现啊 这里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叫做 position 阿甲克斯.json啊 那么这个请求的话啊 他就是去请求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啊 所有那个职位信息 好吧 并且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请求采用的方法是什么呢 采用的是这个post方法啊 采用的是post方法啊 呃 这个比较病态哈 比较比较不足寻常度啊 就是有一般你 你从网站上面就获取那个职位信息 应该采用的是个get的请求 对不对 那么这个拉勾网哈 为了做这个反扒轴啊 他就可以将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请求方法从从啊 从那个什么呢 呃 get啊 改成这个post啊 那么一般人的话啊 一般的扒轴小白的话 就是说这部分就直接走不过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的话他采用的是这个post的请求啊 好post的请求 他需要传递什么参数呢 我们把鼠标 把这个滚转到最下面 最下面啊 有这几个对吧 有这个form data form data 第一个的话是first啊 第二个的话是ping 代表的是第几页 第三个呢 kd的话代表的是那个查询的关键参数啊 然后还有这个查询字符上 查询字符上的话是直接放到哪里呢 直接放到这个里面来了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了啊 说的话我们你就是要复制这个ur啊 或者是 在这个地方再给他指定这个参数也是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就不改了吗 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ur了啊 我们叫c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边啊 来写一下代码啊 好 再来到我们的pycharm这个地方啊 这里边我还 我新建好了一个文件叫做代码2.by 那么我们就再当这个呢 那跟大家讲啊 好 input了 像我们这个什么呢 request 要是response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request request.post对吧 好这个ur的话是这个啊 然后data的话是等于这个data 我们第一个data啊 data的话是等于这个东西啊 data的话我们来啊 这个地方啊 first 我们让他等于这个处段 然后还是这个什么呢 拼啊 拼是第几页啊 拼的话 是第一页 然后kkd的话 是那个关子 关子啊 拼是第一页 然后是那个 呃 kd的话是这个python啊 因为我们这个拉钩网哈 他是做了非常严格的这种反发容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需要给人设置啊 几个头部信息 第一个的话 就是什么呢 这个refer啊 这个refer 这个的话是必须要设置的 好吧 这个地方需要必须要设置啊 好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什么呢 user agent 这个的话也毫无疑问 必须要设置 对吧 好 这个地方是user agent user agent 好 那么有这两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啊 东西传进去啊 data user highlights 是等于这个highlights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他会反过一响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打印 这个里面的数据啊 print一下这个什么的response 点那个test啊 保存一下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我运行的是demo1 那么我们现在又运行dm2啊 所以的话右键来 直行一下这个dm2 好吧 好 这个里面的话啊 就是所有的那个职位信息 对吧 他返回来的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json数据啊 就是一个json数据啊 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印证一下啊 把这个 把这个反过来 这个数据啊 来 拷费下来啊 恐龙叫c 然后的话来到我们的这个里面来啊 json.c 然后的话 恐龙叫v 到这里面来 右边是不是就是一创这样的json数据啊 对 就是一个创这样的json数据啊 那么现在这个json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sdr的数据类型 就是它一个 它是一个自传啊 它是一个自传啊 其实json的话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自传 那么有些时候哈 我们想要将这个json自传 把它给转换成那个 把它给转换成那个字典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有两种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 我们借助这个python 给我们类置好的那个json模块啊 把它给漏了进去 对 那么那种方式的话比较麻烦 我们其实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 就是这个地方 你直接掉这个什么呢json啊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将你返回回来的这个json数据啊 从一个字符上把它给变成一个啊 列表 或者是变成一个字典的一个这样的形式 好吧 那么我们保持一下来重新运一下 这样的话 它反反回来这个东西哈 就不再是一个字符上的啊 是一个字典的形式的啊 这个不 一个字典的形式啊 这个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吧 呃 type 然后是response response.json啊 好 再再走一下 这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字典的形式啊 对 就是一个字典的形式啊 之前如果你直接掉那个test的话 那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呃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那个字典的形式吧 这个我们也是上次跟他在讲过啊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呃的主要支持点哈 就是关于如果使用这个request过去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 以及啊 我在法 我在请求到这个json数据以后 我怎么去把这个json数据把它给正确的取出的 对 那么就是掉用这个json的方法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来做个笔记啊 请求啊 非常 非常 简单啊 直接掉用什么的 啊 iq esds.post 方法就可以了 好 对吧 然后如果返回的是json数据团 那么可以掉用什么的 掉用 i s p o s e i s p o o s e to s e 来将只能json字符创啊 转换为字点控制 列表啊 好 那么这呢 我们关于啊 用这个request会发送那个post的请求 我们就讲到这里吧 好吧 感谢大家